是的没有错 今天Blue Monday 连嘉琳也在忧郁 无上班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 国内已经连续50天 没有出现本土病例 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人数 来到443例 427人解除隔离 其余病患持续住院隔离中 今天证明新增的确诊病患 为一名50多岁女性 她是在3月份到美国出差 在5月18号出现发烧 流鼻水咳嗽等症状 5月21号出现嗅觉上失情形 5月31号返台入境时主动通报 游机场检疫人员安排裁检 在今天确诊 那因为她整个都在 我们的掌控之中 没有其他的一个接触者 所以我们就有匡列了 在飞机上面 然后前后两排的旅客 37人列为居家 隔离的接触者 不过外界质疑 这名确诊个案 是否在上机前 就已经知道自己确诊 指挥中心说明 这名确诊个案 没有在美国就医 所以自己并不知道确诊 而且感染武汉肺炎后 除了发烧以外 其他症状可能非常轻微 个人也无法确定 目前依然要靠民众 在返台前主动告知 游机场当场裁检 并执行相关措施 其实在我们过去 每天大概都有一二十例的个案 因为有症状而裁检 那并不是每一个有症状的 都会确诊 然而国内疫情 相较于其他国家 更稳定安全 却没有被日本列入 首播的开放入境名单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这是日本对于边境管制的想法 会给予尊重 至于由台湾举办国际旅游联盟的构想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针对国际疫情 台湾有解封指数的判断 包括最近14天增加多少确定病例数 每百万平均确诊病例数等作为参考 也会考虑国家监测 以及检验的量能 和疫情资讯的透明度 同时也考量两国之间 有没有互惠的原则 而指挥中心目前初步规划 纳入国际旅游联盟的国家 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为病例发生数较少的国家 如纽西兰、帛琉 会考虑以入境后做自主健康管理即可 第二类为疫情中度的国家 如越南、汶莱 将考虑在入境后进行简疫五天 并采解银性 就可自主健康管理 第三类为疫情严重的国家 如日本、澳洲、泰国 这些国家入境条件可能会更严格 不过指挥中心也说 相关指引都还在规划 会以边境风险严管 国内松绑的原则为前提做决定 另外有关社交距离APP的开发 指挥中心资讯组长简红伟表示 这是因应国内可能出现社区传播的情形 所以在三月中就着手进行 最后在四月底开发完成 这个社交距离APP 是利用蓝牙技术 侦测10公尺内也使用该软体的手机 每15分钟更新一次数据到使用者的手机 这样一来 如果发生大量疫情时 就可以警告使用者有无接触风险 而且这款APP不会将各自上传到中央主机 民众的资料也会在28天后自动删除 不用担心有情态各自的疑郁 但目前国内疫情趋缓 现在会先备而不用 同时欢迎其他国家来学习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